从警局走出 走在前面的就是涉嫌以假检体 诈领4100万巨额保险金的父亲男子 好包 然后让他的整个痔疮的一个检体 假装验出有癌症的细胞 然后以这个诊断书来向保险公司 诈领4000万的一个理赔金 而外传父亲嫌犯也是艺人白冰冰的干弟弟 但是遭到白冰冰的言辞否认 我没有什么干弟弟 我当然不喜欢人家用这样的称谓 都被借了钱 然后都已经蛮难过了 然后这些称谓又不要从哪来的 两人从来没有拜把过 白冰冰只说曾经是好朋友 11年前的白小燕案 白冰冰就是坐着付健身的车去付赎款 冲着这份交情借了他4000万 却换来一纸道歉信 以及全部跳票的抵押支票 当年很信任的好朋友却带给他负债 白冰冰感叹无奈 但这却不是付健身第一次涉嫌诈欺 诈骗白冰冰的案件还没有入狱执行的前夕又在涉案 正在城市好朋友的立场白冰冰也深感惋惜 中心新闻蒋青梅台北报道